今天平日森牧师的广播 赞美主 感谢上帝的奇妙医治 阿们 上帝投入医治的工作 喜爱修补破碎的人 上帝喜欢医治 修补 恢复 祂不会惊讶人 不会使你沮丧 因为祂是美善的上帝 祂爱你 阿们 祂爱你 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基本的事实 和重要的真理 上帝是慈爱的上帝 这正是我们圆罪的来源 魔鬼对夏娃说 上帝真的说过 你们不可以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 魔鬼想将祂说成是不抗拒的上帝 上帝阻碍你 为的只是祂自己 你知道吗 祂根本不把你的死活放在眼内 耶稣基督的十架 如何将一切谎言 全然摧毁 上帝如此爱我们 祂其实无需放弃耶稣 猜显祂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受死 阿们 我们上星期稍微说过 今天上帝称我们为义 是何等的公正 若百记一书所问的问题 在上帝面前 父人所生的人怎能称为义 甚至我们的思想里都是罪 在上帝面前 父人所生的人怎能称为义 而我们稍后会详细讲解 奇妙的是上帝早有计划 不要忘记上帝是圣结的 如果祂不是圣经所说的 如果祂在圣结上妥协 整个宇宙都会瓦解 我们会说这是上帝司法的一面 祂的公义 和祂的圣结 但圣经说 这个无法定义上帝的圣结 圣经说 上帝做的一切都是圣结的 上帝在祂做的一切事上都是圣结 耶和说 你的殿永远被称为圣是合而的 但上帝的本质是爱 上帝会自我牺牲 我们看到十个 自我奉献 上帝爱我们 并非因为我们好 我们总想上帝因为我们的好 才爱我们 我们尝试给祂理由 但理由只会阻挠祂的恩典 上帝爱我们是因为祂 上帝对我们好是因为祂的美善 而不是我们的良善 上帝对你好是因为祂的美善 我们的欢喜快乐必须是因为祂 一起大声说Amen 上帝的做法是借着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从而赴上责任 上帝的圣结 将我们的罪都放在基督身上 这个预表是从阿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开始的 在那时上帝杀死一只动物 为刚刚犯罪的阿当和夏娃披上血衣 证明了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之后每只如月折的羔羊 多年来 犹太人的祭坛之上的每只羊和牛 一切都是指向 将会有一只无罪的羔羊来临 当耶稣到来的时候 若汉施洗指着他说 看下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终于来到了 上帝在地上 找不到任何人 可以代替我们去受死 因为每个人的血里都有罪 所以要由同精女生出来 在婴儿被放置的地方 永恒的种子 永恒的道成了肉身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不是三位上帝 三位一体的傲备是三合一 和一女有三 最初的时候 他就与上帝同在 智慧书说 我每天在他面前欢笑 在他的大地上和世人一同喜乐 他来到人间 他作为胎儿 被放置在母亲的子宫里 所以 人类并没有参与其中 因为上帝不能让人类的血液 沾污这个婴儿 所有婴儿的血 都是直接从父亲而来到 现在我们通过科学知道 甚至连母亲马里亚 都不能提供自己的血 胎盘只是将食物带给婴儿 和将废物排出婴儿体外 上帝的智慧 甚至早在医学昌明前就知道 同精女所生的重要性 上帝是要展示这个婴孩生下来 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而成为完美的羔羊 现在他已经受死 上帝找到出路 上帝的方法 令他无需妥协自己的成结 彷彿上帝在说 我知道我是公义 必须像法官那样去惩罚罪 如果法官只懂得 坐在他的桌后面审判的话 这样他根本就是不称职 他看一眼就判决 向令人争护 犯案最多的罪犯 因宣布自由 释放了他 这位法官根本不称职 有问题 他需要好好检讨一下 对吧 如果没有律法和秩序 社会将会崩溃 所以 上帝是公义的 却无法在公义上妥协 借着十家 公义的基督 已经为所有人 包括罪人 和无辜的人而死 好 上帝 为那些得罪上帝的人 找到出路 弟兄姊妹 如果上帝今天 拒绝可怜 和受尽折磨的罪人 上帝就是在说 耶稣 你在十家上所作的都是浪费 好 然后上帝要向耶稣道歉 但祂不会 上帝不会向任何人道歉 为什么 因为无论是祂的工作 思想或行为 永远都不会犯错 上帝是仁慈的 但从来不需要道歉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想祂道歉 不是 祂不能够 祂不像你和我 永远不需要撤回任何话 缺不收回卖出的脚步 祂手中的工作 也从来不需要忏悔 我们需要悔改 上帝不需要 所以我说 祂无需向耶稣道歉 因为上帝猜派耶稣正正为这个目的 以至祂的圣结 现在得以彰显 魔鬼如果针对上帝说 坐在那里的那个人 祂怎么可以像姨子那样去敬拜祂呢 上帝说 祂是我的姨子 怎样可能 上帝说 因为祂的罪已经付出代价 不是 祂说过犯罪的人必须要死 上帝把魔鬼指向十架 我跟你说 魔鬼认识律法 但是无法明白 恩典 因为恩典远远超越了祂 你明白吗 魔鬼是个律师 好 现在我想对所有的律师朋友说 两千年来 耶稣作为一位律师 在父的右手边 去代表我们 跟着我吗 今天我想说清楚 上帝称你我为义的做法 是公义的 因为当你来到上帝面前 而祂不称你为义 这个是 祂的不义 祂若不称罪人为义 就是对基督所做的一切不义 你说屏幕师 上帝为什么在不牺牲基督的情况下 称我们为义呢 上帝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 不行 没有其他办法 罪必须受到懲罰 罪已经得到懲罰 我们一生的罪 已经懲罰在基督身上 这并不是轻视罪 实际上 是反而说明了罪 有多严重和可怕 连上帝的儿子都要受死 另一方面 也向我们显明上帝的爱 是何等奇妙 祂有多爱我们 因为死的是祂的儿子 在你为义上 不是因为慈悲 联敏 上帝不是说 无论有没有十架 我都可以称你为义 没有十架 我都可以称你为义 不是 上帝不能够 如果上帝称你为义 他就是不公义 上帝必须有一个称你为义的基础 那就是基督的十架 哈利路亚 上帝是不是很好 如果你是法官 面前有一个窮凶极恶的罪犯 他是极为可怕 曾经是连环杀手 他就在你面前 好 重点是 他站在你面前 而你是法官 如果你的心是爱着他的 这个不仅是奇怪 简直是匪夷所思 大家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 你望着他 同情他 爱他 不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而是因为你的身份 你不仅想为他做些事情 还想去代替他的位置 简直是很荒唐 我们都会这样想 是不是 世人 没有人会这样做 或者是更荒唐 更奇怪 你不仅仅爱他 你想代替他 还想把自己 成千上万的家业 和房产 都一一给他 全部都给他 从今以后 他会住你的地方 而你将会替他受死 你会说 不是吧 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但有一位上帝 世人用各种的名字 去到称呼他 他们称他为 流上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 不管是什么 朋友 这就是他 他爱我们 他爱罪人 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 上帝真是很好 何等荣耀的上帝 世人却依然认为 上帝要对付他们 不是 上帝是帮助他们 上帝已经为他们 付了赎金 今天我想很快进入 约伯的故事 在过去几篇讲道 我曾经间接提到约伯 现在我想专注在约伯的身上 我曾经分享过很多次 在我的讲道里面 一直得出这个结论 你们都能够看得出 我非常喜爱约伯的故事 应该是说我喜欢里面的真理 我不喜欢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 但喜欢上帝藉着这本书揭示的真理 约伯记有很多角色和人物 约伯记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在圣经正典里面 约伯记属于我们叫做智慧书 智慧书有约伯记 针言 传道书 这个智慧 不是英文诗歌里面的智慧 他们是诗歌的文体 但是 并不是英文 而是希伯来斯歌 好 很多时候并不是压韵 他会带出真理 好 就好像针言那样 用两行讲述同一件事 或者对比两行来彼此参照 这就是希伯来斯 好 你们预备好吗 好 看看第一章 乌斯地有一个人 就是 乌斯 机关枪的法源地 乌斯地有一个人 这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罪恶 他生了七男三女 我想在进入约伯的故事前 让你看到圣灵描述的约伯 以至你看到祂的患难 不会以为是一个坏人正在受苦 并非坏人受苦 这人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远离罪恶 不要忘记我们说的这个人 在今时今日 会是一个信徒 会是上帝已经宣告借着祂儿子的补血 得称为义的人 上帝说 你是我的儿女 你会奇怪事情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 好的 阿们 有些声音对你说 经历这些事情是因为你的罪 你经历这些是因为罪 或者过去的罪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基督教界 有一大堆的教导 会说 若果你遭遇不幸 是因为你曾经做过的坏事 你过去曾经做过一些错事犯了罪 你失去自己的孩子健康和其他 他们说是因为你有罪 你肯定犯了一些罪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我只想跟你说 从一开始 顺带一提 若白 受苦大约是九个月 当你读的时候 请谈记 这本书是有四十二章 大部分是由不同角色的对话 所组成 若白有三个朋友 若白自己 甚至第三个人 以利户是基督的预表 然后是上帝他自己 再加上故事的罪述者 需要四十二章 准备好未来的四十二小时 门口在哪里 大家不需要担心 好吗 主与我同在 你看看 祂是仁慈 长久忍耐和有耐心 即使你不是 我会确保呈现出主要的真理 好 顺带一提 这是圣经最古老的书 若白可能 很有可能是活在阿伯拉罕之前 虽然是最古老的书 并不代表他是最古老的人 他生活在阿伯拉罕之前 有趣的是 若白记的真理不是关于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当时还未存在 以色列是从阿伯拉罕的腰间出来的 以色列是和上帝纳约的子民 来自阿伯拉罕 是他的后裔 所以那里没有关于以色列的真理 也没有关于律法的事 虽然里面有提及奸淫 或者说謊等等的事 是我们称为的道德标准 阿们 但在那个时候 律法上未刺激以色列 然而这个原则是通用的 你们明白吗? 我们在若白记可以看到很多真理 顺带一提 这本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书非常有趣 你能够找到很多科学的事实 是早在科学验证 或者发现之前就存在的 例如 若白记二十五章或者二十六章说 上帝把地球挂在太空 那时的世界 怎会知道上帝把地球挂在太空呢? 难道是 坐穿梭机进入外太空 在银河回头观望吗? 他们怎知道 是上帝创造并启示他们写下来 好 还有另一段经文说 人因他的手而被识别 那里的手指手上的指纹 早在指纹真正成为一门艺术和科学之前 里面说到云如何承载着水 水进入大海 海又如何升上天 若白记说到水的凝结是非常有趣 如果你来了一段时间 还记得我曾经提过类似的事物 他谈论到猎户星 昂首星 如果你在大海之中 荡失了路 没有各种的导航设备 好 你可以在晚上 举头 看着夜空 就会知道应该去的方向 有一个星座叫做 南十字星 上帝把十架放在南方 那里真的有一个十字架 他看起来好像一个十字架 你若找到十架 就能够找到贵家的路 哈利路亚 当然 澳洲人用它作为国旗 明白吗 这是给大家的 给每一个人的 我们不会去研究 约百记的背景和圣经历史的准确性 这些是已经确定的了 我们不会与有科学头脑的人 去争论科学的事实 我们想要的是上帝 圣灵 要我们学习的真理 好 应该有时间 所以首先是这样 当撒旦来到上帝面前 上帝亲自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伯人 上帝称若白为我的伯人 一个敬畏上帝 远离罪恶的人 就连上帝都这样描述若白 今天上帝也是这样描述你和我 我们是正直无可指责 在基督里面是完美的 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 而在基督里面 这就是上帝描述的我们 关键在于 只因为你是完全正直无可指责 并不代表你没有根本的问题 好 大家听到吗 在所有人里面 上帝最想从我们生命里面 除去的那条根 以至上帝允许我们生命里面有坏事 就是这个自以为义的根 每个人都有错除了我 好 是牧师的错 是这个人的错 是那个人的错 永远不会是我 或者是我父母的错 或者是我亲戚的错 是政府的错 这是自以为义的标记 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自以为义 若白也是 我现在跟你说 他所有问题的根源 正是自以为义 现在 撒但令事情变得更加差 所以信心的话语出现了 我是宣讲信心话语的讲员 信心的话语不相信上帝会处理 我相信上帝有处理的方法 但他不会这样处理 我说的处理其实是指管教 上帝作为父亲管教孩子 不会用车祸、患病和疾病去管教 正如一个好父亲 不会把孩子放在门外管教 谁是这些事情的幕后玩家 撒但 有魔鬼 尽管如此 上帝想将这个根连根拔起 好 所以上帝在若白记中 持续地允许这些事情 有时我们宣讲信心过于极端 我们会说 哦 上帝别无选择 魔鬼去到上帝那里说 你祝福若白 若白是蒙福的 继续读下去 第三节 他的家产有七千只羊 三千匹骆驼 看看那个人的财富 魔鬼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敬畏你 因为你已经祝福他 你试试拿走一切 看看他还会不会赞美你 上帝不会说 我别无选择 他任你处置 只因为他害怕心理恐惧 他任凭你处置 我不相信 我相信上帝允许某些事情 但是也有限制 为了要将若白里面那一个自以为义的根拿出来 但是魔鬼的方式是非常极端 在这里我向你保证 我相信若白这九个月的四年 很多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会被管教 没错 因为上帝爱你 他会处理这些自以为义 好 当你看到这些事情 不要忘记若白说过 但愿有一位中保 中保是指一个中间人 在上帝与我中间 能一手牵着 上帝一手牵着我 走着律师这样求情 若白没有中保 但我们有 他的名字叫做耶稣 Amen 我们有一个自己人进入了天堂 他在父的右边 没错 我知道他是上帝 但他在那里 是作为人 荣耀的人 完全的人 他的心跳与人是相同的 他清楚你经历的一切 因为他曾经成为人 所以他必须完全地 完整地经历一切痛苦 以至作为上帝 他能够感同身受 若要看出人 就必须要成为人 这就是耶稣成为人的原因 当然他成为人有很多原因 例如要成为救赎者 言归正传 有些事情不会发生 另一件事 是你会发现第一章 约白与上帝的天使 一起去到上帝面前 看来他有这个权利 上帝的宝座是圣洁的 明白吗 为什么这个反叛的灵 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 你知道吗 现在我完全不相信 在我们今天的时代 这条通道 是会再一次 向他开启 下一集的广播 有人说 经验是一切智慧之无 不是 这种说法并非来自圣经 如果等到你有经验 就为时以慢 很多时候你会困惑 有时你有这种经历 得到这种结果 有时你有那种经历 那种结果 唯有一件事能够赐给你真理 就是上帝的书卷 每个字都是来自上帝的默示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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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